歡迎來到牧場篇 好的,歡迎來到牧場篇 這部主要會講動物的相關知識 那首先動物分三種 出火動物、搬運動物、卷養動物 出火動物是指一般能夠在基地到處走動的動物 要注意需要給牠們專門畫活動區 不然沒食物會跑到你的廚房吃料理 搬運動物是指組織旅行隊伍的時候可以幫忙搬運物品 可以在動物的I裡面查看貨運動物顯示為是 鴛養動物是1.3更新後比較麻煩的一個功能 動物需要關在柵欄裡面 並且放置飼養圈標誌 標誌會顯示營養生長跟營養消耗以及純機營養物 簡單來說你想要放養就需要 注意生長大與消耗 這隻動物一多圈的地會要很大 這時候你可以製作飼料 跟種植牧草來飼養牠們 我的做法都是種植一些牧草 然後蓋一個房間 然後我們自己去吃 如果來不及蓋柵欄可以先用鋁堆酸劑點 動物會被綁在這裡 但要注意的是還是需要蓋柵欄 不然放牠就會餓死 養動物主要是挑選這幾種 戰鬥用 像是獨角獸 大象這種洗後打人痛的動物 運輸用 旅行或運外還可以訓練運送物品 生產用 專門產奶跟毛 很多人會想知道獨角獸怎麼訓服 需要訓服10等就算了 每次抓都低機率 想要100%抓到動物可以等 全服狂熱 抓任何動物都100%成功 但是只能抓一次 就是自己的一些心得 自己養動物主要都拿來搬運 改版之後生產部分就有資源 才會開始養這些動物 戰鬥的話有槍就算養獨角獸還是難擋突襲 養傷跟生命非常麻煩 好以上就是這次的牧場教學 跟農場片一樣的簡短 但盡可能把東西濃縮再講解 下一篇會是電力篇 感謝收看 我們下期再見囉 掰掰